各位朋友,我是JASTER 山海經是中國先晴古籍 一般認為主要記述的是古代神話地理 物產、巫術、宗教、古史、民俗等方面的內容 山海經全書18卷 其中三經5卷、海經8卷、大荒經4卷及內經1卷 共約3萬1千字 記載了100多個邦國、553、300水道 以及邦國山水的地理、封土物產的資訊 其中山海經對於動物的記載、巨統計有277種之多 裡面有些生物是真實生物 像是虎豹、熊等 有些則是如同神話般 比如竹籠 睜開眼睛是白天、閉上眼睛是黑夜 這種動物明顯有著自然神的力量 應該是不存在的生物 另外則有些生物介於兩者 存在於真實與虛幻之間 很有可能是來自於當時人們觀測的誤差 再加上動物知識的匱乏 以而傳而後 該生物被敘述的有些誇張 它們可以稱得上是異獸 今天來介紹的是 山海經中可能真實存在的異獸 荒頭 據山海經大荒南經記載 有人曰 鳥惠 有翼 方博於海 大荒之中 有人名曰荒頭 滾七十境 十境子曰 炎龍 生荒頭 意思是 在南邊很遠的荒蕪處 有一種人長著鳥的惠還有翅膀 它們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捕食海裡的魚 它們居住的地方叫荒頭國 滾 取了叫做十境的女子為妻 十境生個兒子叫炎龍 炎龍生下了荒頭 山海經對荒頭的外貌做了清晰的記載 有翅膀 嘴上還有像鳥一樣的惠 最喜歡下海捕魚 而且也住在遠方的南邊 各位朋友 是不是覺得很符合現代的一種生物 那就是住在南極州的企鵝 不過大家可能會有個疑問 為何把企鵝當作人記錄下來呢 但如果看人這個字的字型 其實就是兩隻腳直立行走 凡是有這種動作的稱之為人 比如今天的我們看到四隻的動物 前肢腾空 只用兩隻後腿站立的時候 會用人力而起這個詞來形容 這可能就是山海經把企鵝記錄為人的原因 意思是水中有一種伴魚伴鳥的漁名叫做文瑶 牠的樣子像鯉魚 但長著一對鳥的翅膀 白頭紅嘴身上還有蒼色的斑紋 白天待在西海 到了晚上就成群的飛往東海 如果提到身上長著鳥一樣翅膀的魚 我想應該很多人會想到飛魚吧 飛魚胸襲發大可一直延伸到尾部 憑藉自己流線型的優美體型 飛魚可以在空中停留數十秒 經常在海水表面活動 長成群的在海上飛翔 但其實他們不是真的能飛 而是為了躲避烈蛇而躍出水面 把胸襲張開在空中滑翔 而文瑶魚的記載是不是跟飛魚非常像呢? 旋規 扭陽之山怪水出煙 而東流鑄於獻翼之水 其中多旋規 其壯如龜而鳥首回尾 其名曰玄龜 其因如叛木 配置不容可以為底 意思是 怪水從扭陽山這座山發遠 然後向東流入獻翼水 水中有眾多暗紅色的龜 形狀像普通烏龜 卻長著鳥一樣的頭和蛇一樣的尾巴 它的名字叫做玄龜 它的叫聲像劈開木頭時發出了聲響 佩戴上它就能使人的耳朵不容 還可以治癒腳底勞解 中國的確有種龜 符合玄龜的敘述 它叫做鷹嘴龜 是一種瀕臨絕種的烏龜 鷹嘴龜的頭大呈三角形 頭不能縮入腹甲 聽它的名字就知道它的嘴巴 的確是很像老鷹一樣 而且尾巴很細長 有如蛇一般 它的嘴巴破壞力很強 就像是縮小般的惡龜 吃東西時 會發出沉重的碰碰碰的聲音 和斧頭披木頭的聲音相似 所以這種古老的物種 鷹嘴龜看起來 十分符合玄貴的敘述 和螺魚 僑民之山 橋水出煙 溪流鑄魚河 其中多和螺之魚 一手而十勝 其鷹如廢犬 食之以擁 僑 僑民水從僑民山這座山發源 向溪流入黃河 水中生長著很多和螺魚 它是一種怪魚 長著一個腦袋 卻有十個身體 發出的聲音像是狗叫 人吃了它的肉 就可以治癒臃腫病 山海經的圖本中 和螺魚的身體 曾放射撞散開 讓頭部看起來很緊密 若真的有這種一頭十身的魚 對於漁業 我想是有巨大的幫助 一條和螺魚 抵得上是十條普通魚 可以有效的解決 漁業不足的問題 它招搖的思維 流浪在歷史的深處 但只出現在古老的傳說之中嗎? 其實和螺魚的真面目 早已有古人注意且說出真相 明代陽聖 及清代王世貞 在他們的作品中 也提出了一樣的觀點 他們認為山海經理的和螺魚 就是烏賊 這種投足類的生物 烏賊有八條腕竹 另外加上兩條稍長的觸腕 看起來就像是十條腿一樣 和螺魚所謂的食神 其實只是烏賊的十條腿而已 古人或許因為居住地 不靠海等因素 將烏賊這種生物 想像成和螺魚這種異獸 齒鼠 又南三百里 約尋狀之山 其上多金玉 其下多青壁石 有鳥煙 其狀如雞而屬毛 其名曰齒鼠 見則其意大漢 南方三百里處著尋狀山 山上有許多金玉 山下則有青壁石 那裡有一種鳥 長得像雞一樣 但是全身披滿了像老鼠一樣的毛 它的名字叫齒鼠 只要碰見了它 這就會發生旱災 從它的名字來看 會很直接地認為 它是屬於老鼠家族的一種 但山海經也明確交代了 它是一種形狀像雞 而全身披滿鼠毛的鳥 如果以現代命名的話 理論上 應該叫做鼠鳥之類的名字 那世界上存在這種鳥嗎? 答案是肯定的 它是紐西蘭的國鳥 叫做Kiwi鳥 雞尾鳥 它是紐西蘭的特有種 因為它的叫聲 像是雞尾爾得名 它的翅膀退化 早就已經無法飛行了 它密實時用尖嘴靈活的刺探 長水末端的鼻孔 可嗅出蟲的位置 而進而捕失 它的樣子 是不是真的蠻像雞鼠呢? 就像是鳥跟老鼠的結合體一樣 猛暴 又西百七十里 約南山上多丹樹 丹水出淹 北流注於位 受多猛暴 石山往西再行一百七十里 就到了南山 南山上遍佈著樹粒大小的丹沙 丹水河 從這座山發源 一路向北奔騰而去 最終匯入了衛水河 在南山中生活著很多名叫 猛暴的野獸 根據敘述描繪出來的形象 很像就是我們現代的暴 但是猛暴其實並不像暴 山海經對於猛暴的敘述並不多 但根據後人近代《郭璞》的《山海經傳》提到 猛暴似熊而小 毛錢 有光澤 能食蛇 食通鐵 初屬中 種上所述猛暴的外型像熊 毛皮光澤 並且覆蓋著花紋 會吃蛇 並且還會使用銅礦石和鐵礦石 生活在屬中地區 也就是現在的四川省中部地區 我想提到食通鐵 初屬中這兩句 應該就能猜出是現代的一種生物 那就是中國的貓熊 貓熊一般都是給人吃竹子的影響 那為何古代有記載它是食鐵獸呢? 推測是因為貓熊在無鹽可食的情況下 嘗到鳴居密食 舔食吹聚上殘存的鹽分 甚至用強有力的牙齒咬壞吹去 嬰兒得名 古人誤以為貓熊在吃鐵 從此便得名食鐵獸 九尾狐 九尾狐 在《山海經》有三處記載 南山晶雲 青秋之山 有獸煙 其壯如狐而九尾 還有海外東京雲 青秋果 在岐北 岐湖四足九尾 大荒東京雲 有青秋之果 有湖九尾 九尾狐 多被認為是三海經杜鑽動物的典型代表 相傳 狐狸尾巴會聚靈器 為一分為二 中至九尾 而且九尾狐有不死之生且會噴火 這應該是多數人對九尾狐的印象 九尾狐至少在宋代以前都是屬於享受 約宋代後 九尾狐才開始偏向魅惑欺騙人形象 在明代小說《風神演義》中 九尾狐乃奉九天玄女之命 前去誘惑喪作王 自此他為二獸的形象以大致成定局 他會化身各種人物以魅惑欺騙被害者 因此狐狸變成了狡猾的代名詞 九尾狐的傳說甚至也流傳到日本 朝鮮半島和越南等 但有學者研究 九尾狐很可能是現今的一種 九尾狐也是存在中國的冰尾物種小貓熊 小貓熊也叫紅貓熊或九尾狼 是一種小型的步入類動物 原產於中國西南地區 因為尾部有九尾不同顏色的皮毛組成 因此也被稱為九幻虎 小貓熊是不是有點像古人敘述的九尾狐呢? 鹿鼠 牛羊之山有獸焉 其壯如馬而白首 其蚊如虎而刺猬 其鷹如窑 其名曰露鼠 配之以子孫 意思說的是 牛羊山上有一種野獸 它的外形像是馬 有著白色的頭部 身體則是有老虎的斑紋 尾巴是紅色的 它的聲音就像是歌謠一樣動聽 名字叫做露鼠 而且據說將它的皮毛佩戴在身上 可以使子孫後代昌盛 以外形來說 像馬 有白色的頭部 且身上有老虎的斑紋 說到這種生物 應該蠻多人會去想到斑馬的 但刺猬這個部分 卻說不太過去 斑馬的尾巴並不是紅色的 所以露鼠是斑馬 這部分一直有爭議 但直到1901年 在非洲剛果森林發現一種生物 同時也是人類迄今為止 發現最晚的一種大型陸生動物 霍家皮的出現 才讓世人發覺露鼠不只是神話 霍家皮和斑馬其實沒什麼關係 反倒是長頸鹿最近的親戚 它的外形也是十分奇特 它是長頸鹿科 形狀像馬 頭部大部分是白色 身體後部長有花紋 身上的毛片棕紅色 尾巴也是如此 它的樣子就跟露鼠的敘述 十分相似 而且它只分布在非洲剛果的熱帶雨林裡 數量十分稀少 為冰微物種 霍家皮也可稱得上是現代的真獸 最後 山海經裡有許多光怪陸禮的故事 以及許多奇怪的生物 究竟是作者以自己的想像拼湊出來的產物 還是有索本對真實現象的記載呢? 一直都有爭論不休的支持者 但那些荒誕不驚的生物 排除掉魂之賦予的神話色彩 有不少依舊能在現代的世界中找到原型 另外或許在這些古人的身邊 曾生存一群這樣的生物也說不定 只是隨著時間推移 有些已經滅亡 不再為世人所知罷了 今天介紹山海經中可能真實存在的異獸 有些即使在現代也是屬於很稀有的生物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是Justin 我們下次見 A. A.